台湾人对排队的热情有多高 最近,一位网友分享了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排队经历 知名瓶装水品牌在高雄博二艺术特区举办了一场名为水窑店的活动 将普通的矿泉水倒入雪客杯 模仿手窑影的制作方式 这个创意吸引了大量民众前来捧场 甚至有人在大雨中排队两个小时才买到一杯 一位参加活动的民众在Fly之上发文分享当天的情况 活动当天,高雄下着大雨 尽管如此,现场依然挤满了春闪和春雨排队的民众 人P.O.透露,自己排了整整两个小时才终于买到 并贴出工作人员制作过程的照片 显示他们将矿泉水倒进雪客杯 咬几下后倒入环保杯中 据悉,这次活动是知名瓶装水品牌为了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将瓶装水与手摇影的概念结合 并创意地将产品命名为冰水奇缘 将你挖到矿泉水,多多多喝水等 现场还提供打卡送提代的优惠 这篇帖子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许多网友对这种活动和排队两小时买水的行为感到难以置信 还有人直言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浪费时间 这篇帖子曝光后,网友们纷纷留言调侃 有人总结出活动的三大要点 有人表示这世界终于封成我想看的样子 还有人质疑这样的饮料制作过程不尴尬吗 并好奇放进雪客杯有什么意义 有网友更直言 验证了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浪费时间 看到有人排队就跟住排 但不知道在排什么 其他留言也充满了戏谑之意 当你觉得自己很没用的时候 都看看这个影片 你会发现总有人比你更没事做 还有网友感叹 您不热吗 排队流的汗应该跟那杯水一样多吧 这场水窑店活动不仅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也让人重新思考排队文化背后的动力 到底是追求新奇体验还是社会互动的一部分 大家对多喝水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